我們今次繼續看七雷和第七號 兩個見證人 我相信很多人看啟示錄會覺得很害怕 有很多人會覺得死了怎麼辦 為什麼這個世界會這麼亂 這就是因為人的罪所帶來的問題 魔鬼釋放出來就是有這麼大的問題 當人越來越不聽神話的時候 問題就是這樣 就像在羅雅方舟之前那樣 那個罪惡很重要 但是這個罪惡很重要 有些人就會問這個問題 為什麼神容許這個世界這麼亂 但是在這麼亂的時候 反而會成就神的工作 這件事我們很難明白 因為在世界非常亂的時候 人只有一個方法是能夠繼續得救的 就是信靠耶穌跟從耶穌 聽耶穌的話 是全然依靠耶穌 因為當時是不可以做買賣 買食物都不可以 買食物都不可以的時候 就要拜壽了 那些人要拜壽 拜壽的時候 壽壽印記就不能夠得救 就不能夠進入天堂 這樣的時候他就有得吃 但是他也有很多困難 因為後來講到一些災難 但是專門攻擊不信耶穌的人 如果基督徒是想保持跟神的關係 就一定不可以拜壽 不可以拜壽 不可以買食物 也不可以這麼隨便 因為有很多地方可能有 那時候基督徒真的要依靠神的帶領 我們去哪裏躲避 哪裏有平安 哪裏可以有食物 或者怎樣的方法 不是去賺錢回來 而不是賺錢 有錢也沒有用 是怎樣找到方法供應 那時候基督徒反而會更加依靠神 靈命反而更加強 當我們完全沒有依靠神 只能依靠神 靈命更加強 那時候你可能會看到很神奇的神跡 神會跟我們說話 因為聖經講到 當你受迫伯的時候 你不用想什麼 聖靈會親自指教你 既然他會親自指教 神也會帶領我們怎樣有食物 怎樣可以生存 怎樣可以避過危險 所以這個時期 我們雖然看到很困難 但我希望大家用一個正面的心態 就是這個時間是一個復興的時間 亦將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分開出來 亦令很多人看到魔鬼的真面目 有很多人會離開魔鬼 不去拜魔鬼 不去跟從魔鬼 而去跟從神 這就是在神末後 他有他的心意 因為聖經講到 在啟示錄 這些發生的全部是神容許的 神容許的時候 就是神話事 神話事 就是聽神話的人 他們就會得到神的保守 我們再重溫一下 因為那個次序就是七印 第一印就是白馬 他就應該是敵基督 第二印就是奪去天下的太平 那些人就被此傷殺 即是當時全世界差不多沒有地方去太平 全世界都有打仗 都有很多混亂 第三印就是黑馬 就是食物的短缺 第四印就是灰馬 所以到第三印的時候 就算有受印記 也有困難 第四印就是灰馬 就是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死 或者四分之一的地的人會死 即是隨便一樣 那四分之一的人會死 就看那四分之一的地在哪裡 那四分之一的地在喜馬拉雅山頂 在南極、北極就不是死很多人 但如果那些地在多人的地方 死的人數是會超過四分之一的 因為原文有兩個可能的解釋 一個就是四分之一的人 一個就是四分之一的地的人死 但是這個呢 所以第四印 如果有人說七印已經應驗 那你可以很明顯告訴他們 聖經不是這樣說的 如果到了第四印的時候 是很明顯很多人死了 我們是很清楚可以分辨到的 那第五印就是 不是說地上 而是天上 那些殉道者在求神 快點去申冤 那神說你要等到 這個被殺的數目滿足的時候 那就是說 其實可能那些殉道的人 都是在大災難中殉道的人 那第六印就是 天地被捲起來 和神憤怒的大日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審判的時候 啟示錄是重複說到審判的 這裏是其中一處 一會兒第七號也很清楚說到審判 是說到末日的 所以啟示錄不是一本 信時間次序的書 就好像約翰上到天上 神就給他看一個異象 看到一個末世的情景 然後又看第二個異象 又是末世的情景 第三個異象又是末世的情景 就不是說一到二到三 而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都是同樣末日的情景 不過是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那這裏你看到 那天被捲起來 還有它說 所有的人 在經文講 所有的人 就求石頭和山 那天被捲起來 因為要躲避神 憤怒的大日 所以這一定是審判的時候 所以是末日的時候 然後第七日一開始 就變成七號 而這個七號 第一就是有冰箔和火 參與了血 地和樹的三分之一燒了 那地也燒了 即是樹木、草 那些燒了 那些樹也燒了 所以造成那種災害非常大 第二號的時候 就是海變成三分之一變為血 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 船又三分之一被毀滅 有燒了大山 譬如有些人說到那些飛騎石 在外太空飛下來 有人說是2028年有一塊石 有名的 因為他們計算到接下來 那這塊石是否真的會打落地球 還是不打落地球 我們不知道 所以有些人就說 那時候就是世界末期的一個開始 這裡就說到 到底是隕石 還是不是隕石 或者是核子彈 有些人就說核子彈 令到海全部變為有毒 第三號就是燒著的大星 有可能是這些隕石 或者是核子彈 這次不是海裡 而是水 即是淡水 人所喝的淡水 那些江河和水的泉源 三分之一變為因塵 變為有毒 第四號 日月升的三分之一變為黑暗了 這就是很明顯的 其實這裏 7號就很明顯了 我們看看這裏 上一個講到 就是 第四印 就很明顯了 第二印也很明顯 因為地上奪去太平 所以當我們看到 現在也有很多地方是太平的 到那時候 直接奪去太平 已經沒有太平 我們很難想像 周圍也有打仗 周圍也有士兵 周圍也有炸彈 我們真的不知道是怎樣的情景 所以第二印和第四印是很明顯的 而7號也是很明顯的 地和樹的三分之一沒有了 然後海的三分之一 然後水的三分之一 然後第四號就是日月升的三分之一 黑暗了 第五號就是開墓底坑 他叫黃蟲出來 這個領袖叫阿巴頓 這個就是毀滅者的意思 所以這個應該就是 一定包括撒旦被釋放出來 因為沒有理由開墓底坑 撒旦還躲在下面 他會出來 阿巴頓到底是不是魔鬼本人 或是魔鬼之下的毀滅者 其實也不重要 總之就是魔鬼已經釋放了 就算那群蟲的領袖 不是魔鬼 魔鬼也會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 敵基督很明顯出現的時候 應該是 第五號就是敵基督很明顯的出現 第六號就是一個很大的戰爭 就是白拉大河在伊拉克的地方 在敘里亞和伊拉克的地方 那條河會有四個使者 釋放出來殺人的三分之一 那這個是不是末期的戰爭呢? 那我說出 有什麼原因可能是 有什麼原因可能不是 然後第七號是審判的 我們看到的是末日 第六號和第七號中間相隔多久? 這就是一個鎖匙 如果敵基督開始就有三年半 到底第五、第六號有多久? 然後先到第七號 因為第五號開始的時候可能還有三年半 而第六號的時候如果是末日 就即是沒有時間了 即是已經到第七號 即是第六號是在那三年半的後期了 因為後面說到那些戰爭 有說到十個王 有十個王將他的權兵給了獸 也就是打仗 還有白拉大河乾了 日出之地的眾王來打 那些都是跟基督打的 所以那是末日的戰爭 到底這個是不是末日的戰爭呢? 有可能不是 就在乎這個時間第六號 是跟第七號有多遠的時間 如果是相隔更遠呢? 即是在末日的戰爭之前 還有另一次的大戰爭 而這個戰爭是會死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 最後的戰爭不是會全部死掉的 不是會全部死掉的 因為耶穌會回來 不是每個人都是死人的 那死多少呢?我們不知道 但是這個第六號是否最後的戰爭呢? 我們不肯定 因為他的經文沒有清楚說 這是跟基督爭戰 不過知道這個戰爭是會殺死人的三分之一 所以當我們看到這些情況的時候 如果我們仍然在生 神是掌權的 在這些一切在神的掌握之中 神保守我 其實你去到那個時候 你已經不太害怕災難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已經習慣了依靠神 你已經習慣了躲在那裡 你已經一直在親近神 你也知道殉道不是那麼恐怖 因為神會保守我們 以及會賞賜我們 所以我希望大家 預先知道這些訊息 讓我們預備好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是沒有什麼人會說這些訊息 當時有些人說什麼呢? 你快點避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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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聖經其實沒有說的 那些人是喜歡聽的 為什麼呢? 避提不需要面對災難呢? 是很少人說到面對災難做什麼的 很少訊息說這件事 就算有講到要面對大災難 因為他們覺得 如果要講到基督徒面對大災難 實際很多基督徒很害怕 所以他們不敢去講 所以很多基督徒想到大災難 是很害怕的 上次也有人說 很害怕 聽完這些發生的事 真的很害怕 好了 今次我們的經文 啟示錄第十章開始了 我們一起讀一下第三節 講到天使的 大聲呼喊 好象獅子敲叫 呼喊完了就有七雷發聲 七雷發聲之後 我正要寫出來 就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 七雷所說的 你要封上 不可寫出來 第七節 但在第七位天使吹號發聲的時候 神的奧秘就承傳了 正如神所傳給他伯人眾先知的佳音 在這裡講到 在第六號 即是先講到那個戰爭 第六號 這個伯拉大河的四個使者 釋放出來殺人的三分之一 然後 還未到第七號之前 他又講了七號 他講了一講 應該這樣說 在這裡講一講七號 然後講兩個見證人 但就是七雷在第六號之後 七雷在第六號之後 他有七雷發聲 約翰想寫出來 但有聲音叫他不要寫 要封上 那為什麼要封上 我們不知道 因為聖經沒有說 有可能是因為災難太大 所以我們也不能夠知道 因為怕人知道了 就受不了 什麼都好 因為神掌權 所以我們也不用怕 因為神吩咐他 不可以寫出來 第七節就講到第七號 但是他不先講第七號 而後面才講第七號 他就講到 第七號有什麼發生 神的傲備成全了 即是神隱藏的事 祂秘密的事就會成全 即是所有關於神的傲備的事 都會成全 神的計劃都成全了 所以七號 後面再清楚 說到七號就是末日 正如神所傳的 董先知的佳音 接著第十一章 就講到淺踏聖成四十二個月 我們一起讀 有一根位子自給我 當作良度的象 且有話說起來 將神的殿和祭壇 並在殿中敬拜的人都量一量 只是殿外的丸子要留下不用量 因為這是給了外邦人的 他們要踐踏聖成四十二個月 這裏是一個圖 就是當日聖殿的圖 在耶穌的時代 但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因為現在這個地方 就是清真寺 回教的清真寺很高 大家看到一個大的區域 外面有四圍的圍牆 然後中間就是外邦人園 就是外邦人可以進去 他們可以在那裏敬拜 亦可以去問那些文事 關於聖經的 但在耶穌的時代 很多人在那裏做買賣 耶穌就說這個圖是萬國土的圖 將那些買賣的人趕出去 就是外邦人園的地方 然後裡面有女園 中間有個男人園 然後有個祭司園的地方 那地方有祭壇 這個就是聖所 然後裡面有個祭聖所 聖所祭司都可以進去 但祭聖所只能夠每年一次 大祭司可以進去 但這些全部現在 都已經不存在了 這裡說到什麼呢 將神的殿和祭壇 神的殿就是聖所 這裡裡面的區域 以及祭壇 量一量 以及量一量 還有什麼人呢 在殿中禮拜的人 這些應該說到敬拜神的人 都要量度一下 那人怎麼量度呢 是量度的數目 量度聖殿 這個聖殿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一會兒再看看 它說 只是殿外的園 只留下不用量 即是外邦人園就不用量 因為這是給了外邦人的 他們要踐踏聖城四十多個月 你想想如果普通打仗 敵基督打仗 打到外邦人園都要去 他能否進入裡面呢 裡面有多少士兵可以存留 根本是不可能的 裡面你塞滿了士兵 都不夠外面打的 外面打個飛彈下去 已經將它炸爛了 所以說到這個量度 應該不是指聖殿的大小 而是量度神的家 實際的情況 即是說實際有多少人跟從神 有多少人不跟從神 而那些不跟從神的 就是被魔鬼踐踏 也應該說這個聖殿 當時也是被踐踏的 即是說如果魔鬼已經掌控外邦人園 沒有理由進去 不能夠掌控 所以應該在這裏 指道踐踏 即是那地方是踐踏 不過神仍然保守祂的子民 有一群人是跟從祂的 這群人量度 即是有多少人真的跟從耶穌 這是我的看法 可以不是的 或者神用了一種超自然的方法 他們沒有辦法進入聖所 也未定的 絕對可以得到 以普通人來說 普通的角度來說 就沒有理由 進入那裡就不能再打下去 但是因為當時有兩個見證人 是否那兩個見證人在裡面 所以他們不能再打進去 有可能性是這樣的 那這些我們就到時去看 究竟是這個踐踏 至聖所是甚麼意思 到底為何在聖所那裏 那裏就沒有被踐踏 好了 這就是在耶路撒冷的 他們的博物館 那裏有一個這樣的 在耶路撒冷的 在耶穌當日的 那個模型 那這個模型 不是政府做的 是有一個人 為他的兒子而做 做了他的酒店那裏 那裏 那裏 後來呢 就搬來這個博物館 那裏 可能國家覺得很好 他就把願意獻出來 那他就把他搬來這裏 那裏給大家看一看 認識一下耶路撒冷 那裏有機會去耶路撒冷的博物館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模型 這個模型好像是十分之一的尺寸 好像大約是這樣的意思 好了 那裏大家看到聖所 那裏就看到黃室走廊 即是左手邊這裏 大家看到對面那裏有一格格 那裏就是一個走廊 而在左邊這裏就是黃色走廊 而這裏 這裏是東邊 東邊這裏就是橄欖山 即是在這裏的外面就是橄欖山 就是耶穌在那裏祈禱 後來被捕 和耶穌進入耶路撒冷 都是在橄欖山那條路下 這裏就是索羅門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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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後來被捕 不過希律王神感動他 把聖殿重建 預備給耶穌來 就把索羅門廊 製造索羅門廊 然後就是愛邦人院 中間那裏 又是聖所 又是女院 中間那裏 是以色列人的女人可以進入 這裏就是尾門 聖經理論記載 然後就是彼得去到尾門 看到一個渠腿的人 便治好他 然後這裏就是金門 即是叫書山門 就是封了的 今天這門裏是清真寺的 我們也試過進入清真寺的範圍 不是進入清真寺的 不是進入清真寺的 在那個範圍走到這裏 我們想過來看看 那些人叫我們走就走 找我們走 這裏看出去就是這個金門 就是東門 這就是封了的門口 而聖經說到 在薩加利亞書 講到耶穌回來的時候 他就腳踏在橄欖山 所以很多人覺得 在那時候 這個門便會開了 神的能力 叫這門便開了 耶穌便可以進入聖殿 然後 那裏 你看到 有四塊東西 然後中間有一個區域 這裏就是安東尼亞堡 就是以前的時候 羅馬人建了一個堡壘 在那裏 保護聖殿 那裏是羅馬兵 然後不時大慈 就有一個三十八年病患者 醫治好的就是不時大慈 這就讓大家看到一個大約的觀念 大家也看到 以整個耶穌山來說 這個聖殿的地方 真的跟別人不同 特別整齊 特別突出 特別寬 特別漂亮 有些東西都是很特別的 好 我們看一看啟示錄十三章五節 下面的經文一起讀 由自給他 從海中上來的壽 說夸大洩毒華的口 又有權並自給他 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個月 在啟示錄有兩次說到四十二個月 一次說到 淺踏聖成四十二個月 另一次就說到 十三章的路 說到在海中上來的壽 十三章的下半部就說地上來的壽 這個海中上來的壽 其中有一個頭 後來就曾經有受死傷 後來就活回 那些人就 其實他不是死了 受死傷 由他活回 那些人就當他是神的拜 這就是敵基督 但是那個壽 因為他不僅是七頭十角 所以到底 應該不是一個人 而是一個系統 即是有不同的禍 在裡面 他會說誇大洩毒的話 然後有權並給他任意而行四十二個月 所以這三年半就是敵基督很活躍的時候 這些是人畫的圖 這裡看到有七頭 但是有十個角 因為有些頭就超過一個角 這是他畫圖 接著就有兩個見證人 十一章三節開始我們一起讀 我要使我那兩個見證人 穿著無衣 傳到一百二十六天 一千二百六十天 第五節 若有人想要害他們 就有火從他們口中出來 消滅仇敵 凡想要害他們的都必這樣被毀 這二人有權並 在他們傳到的日子叫天閉塞不下雨 若有權並叫水變為血 並且能隨時隨意用各樣的災殃攻擊世界 他們作完見證的時候 那從無底坑裡上來的獸 必與他們爭戰 並且得性把他們殺了 這裡說到有兩個見證人 他們可以傳到一百二十六天 其實又是四十二個月 又是三年半的時間 所以在這三年半的大災難時期 敵基督很活躍的時候 同時神的兩個見證人 也同時非常活躍 而他們的作為是很有能力的 因為有人想害他們 就有火從他們口中出來 可以消滅他們 凡是想要害他們的人 都會這樣被殺 那這兩個人有權並 在傳到的時候 叫天閉塞不下雨 就會不下雨 還有權並叫水變血 剛才我們說到水變了血 那是否他們吩咐而又發生呢 到底關係是怎樣呢 我們在這時候才知道 還有任是隨意用各樣的災難攻擊世界 他們有這個權並 但是他們作完見證之後 從墓底坑上來的獸 這裡是十一章 說到海裡上來的獸是十三章 地上來的獸是十三章 但是十一章還沒說到這兩個獸 就說到從海裡上來 從墓底坑上來的獸 這個墓底坑上來的獸 就像我們第九章 講到開墓底坑的情況 即是那裡上來的獸 就跟他們爭戰並得性把他們殺了 好像是魔鬼得性 但是他三天就復活了 我們一起讀十一章八節 他們的獸手就倒在大城裡的街上 這城按著靈異叫所多馬又叫埃及 就是他們的主釘十字架之處 從國民各族各方各國 有人觀看他們的獸手三天半 又不許把獸手放在墓底 十一節 過了這三天半 他們有生氣從神那裡進入他們裡面 他們就站起來 看見他們的人甚是害怕 兩位先知聽見有大聲音從天上來對他們說 上到者裡來 他們就駕著魂上了天 他們的獸敵也看見了 他們就講到他們的獸手倒在大城裡 講到一個大城 大城是用一個特別的字眼 他用了兩次的 即是那個城、那個大 兩次的 在希臘文來說 不是像我們中文那樣大城 而是講到那個城、那個大 因為希臘文的形容詞是在後面的 那個城、那個大 就形容這個城 即是一個很特別的城 這個城按著靈意叫做索多瑪 就是以前索多瑪、阿摩拉 神用天上的火毀滅那個城 即是一個很大的罪惡的城 又叫埃及 埃及就是以色列人在那裡圍爐的地方 又是埃及 也是主耶穌釘十字架之處 因此,所多瑪和埃及也很遠 耶穌釘十字架的地方也很遠 因此前兩位就是寓意 後面那位才是這兩個見證的地方 主釘十字架的地方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地方 因此在耶路撒冷捕樓地的地方 因此他們死在這地方 那裡其實跟聖殿是不同的 聖殿的位置不是那個位置 總之都是耶路撒冷的地方 在各族、各民 不同的人都在觀看他們的屍首 三天半 又不准將屍首放在墳墓裡 其實那些人都看到這兩個人很厲害 有這麼多神職 那些人應該會相信 但是那些人互相愧送禮物 那裡我沒有寫出來 他們很開心送禮物 但是過了三天半 有生氣和神進入他們的裡面 這個生氣不是發脾的生氣 而是生命的氣息 進入他們的裡面 他們站起來 然後他們就很害怕 而這兩個先知 這裏也稱之為兩個見證人 這裏也稱之為兩個先知 聽見有大聲音從天上說 你們上來 他們就駕著魂上天 他們的仇地也看到 這裏說的是一個避題 不過只有兩個人 有些說到災前避題的人 就說這裏是其中一次避題 即是有不同次數的避題 但這只是一個純粹 一次兩個人的避題 和其他人無關 而我之前有說過 為何幾個經文說到避題 耶穌回來都是相連 因為保羅用了一個很特別的字眼 聖靈感動 他用了一個我門 因為他說到 我們什麼時候和基督聚集呢 在貼撒尼家後書第二章 就是當敵基督被耶穌降臨的榮光 將他毀滅的時候 我們就要和主聚集 所以保羅和主聚集的時候 就是在敵基督被擊殺的時候 所以是大災難之後 然後就說到死人要復活 然後就要改變形象 成為不撓壞不死的 死就被得性吞滅了 即是不再有死亡了 那時候是什麼時候呢 亦是保羅又有份 即是我們都要改變 即是那時候就是 以後再沒有死亡了 死亡被得性吞滅 因為大災難 基督徒會死 所以那時候也是大災難之後 然後保羅也說到 他自己會被提 有活潤和末次出仰的時候 死人要復活 然後我們活著還 傳流的人 就會和他們一起 被提 在空中與主相約 即是保羅說到 他自己會改變 會復活 會改變 會被提 那保羅會改變幾次呢 会不会保罗在坟墓上改变了 又再死过又再复活一次呢 是不会的 只能够复活一次 只能改变一次 只能被提一次 所以这几个经文 全部都说到耶稣回来 是最后的时刻 不是灾难前 是灾难后 基督被消灭的时候 那时候保罗被提的 所以有些人说到 在灾难前被提 根本是没有圣经的根据 所以这里并不支持 那时候之前有另一次的被提 这只是两个人 这两个见证人 很多人很吸引 在非洲有一个传道的人 他说他是其中一个见证人 他有什么证据呢 在网上有影片 为什么我会看他呢 其实我没有兴趣看 因为很多人说他有什么先知 有什么神派来 我都没有时间去看 不过有一个人问我 他说这个是不是神预备的先知 我看一看回应他 他说到什么呢 他说到他去一个城市 他预先宣布定 他说我去到城市会求雨 就会下雨下来 这个城市是一个沙漠的地方 是没有下雨的 几年都没有下雨 我现在要去求雨 你就知道我是这两个见证人之一 其中一个 然后他就去祈祷了 他就在这里祈祷了 祈祷之后 他说他有些雨粉 不过影片也看不到 有些雨粉下来 他说 其他人也没有说 但他说 有些雨粉 我不知道 不过 如果这两个见证人说要下雨 是不是下雨粉的影片也看不到 我又觉得真的很有疑问 其中我们帮助我们宣教 以及帮助很多地方去买这些投影机 我现在的数目增加到50多 即是50个以上的地方 我们帮他买投影机 那些平板电脑 可以直播我的事奉训练 我就问Washington 就是这个人 因为他又在肯瓦 这个人说是两个见证人之 我说这个是不是 他说是两个见证人之 他说这个是假先知 他说这个人很有问题 其实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这样有问题的人物 所以你不要见到先知就信 我们也刚刚见到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有一个人说 他自己侍奉没有什么果效 他就找一些很出名的牧者 那些出名的牧者 我们不要想到我们现在认识的那些 他有些假先知 有些说自己很有能力的人 但是他说跟他一起 发觉他们有很多罪 他们又找女人 他们又找巫术 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找巫术 结果他说很多神迹都是假神迹 这个世界上真是有先知 是假先知 所以我们不要是人都信 而看他真是否说是圣经 以及跟从圣经 他的生命是否跟从圣经 因为他只是叫别人付钱 他们是不是只是为了钱 我们要分辨 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人都说 我们是哪一个先知 圣经预言要应验 第七号 我们一起读 十一章十五节 第七位天使吹号 天上就有大声音说 世上的国 成了我主和主 基督的国 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在神面前 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掌路 就面伏于地 敬拜神 说 昔在今在的主神 全能者 我们感谢你 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 外邦发怒 你的愤怒也临到了 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 你的牧人众先知和众圣徒 犯敬畏理明的人 连大大小得上次的时候也到了 你敗坏那些 敗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 这段经文 讲到第七号 是很明显讲到 世日末日的 我们看一看内容 前面有提到的 就是神的傲被承传了 这里讲到 世上的国 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即是世界上什么国家都是 现在不再是什么国 什么国 而是神的国 天国 那是不是已经是世界末日 你现在不再称为什么国家 而是这个国家 就是神的国 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世界末日 因为在世界末日未到之前 认咎 我们住在什么国家 就是叫什么国家 神就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祂要一直作王 在神面前的二十四位掌路 天上有二十四位掌路 这二十四位掌路可能 圣经没有解释到 可能十二个代表十二支派的领袖 然后十二个就是新约的士徒 可能就是这二十四位掌路 面伏于地 敬拜神就说 色在今在的主神传能者 我们感谢你 因为执掌大权作王了 即是神要执掌大权作王了 你全言作王 全世界都是你的了 然后他在第十八节 就很清楚说的是 审判和赏赐的时候 外邦发怒 因为外邦人发怒打仗 攻击神的子民 你的愤怒也临到 神的愤怒来到 即是神愤怒的大日 神的愤怒的日子 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大家看启示录第二十章 就说到死人都要复活 然后受审判 这里已经说了审判死人 那么你想想 那些死人审判会有多少次呢 即是说世上的审判死人 是不是现在这里审判 已经审判死人了 以及掌赏基督徒 然后地上又继续生活吗 是不是继续生活 然后又再一次 又再死人 又再复活过呢 看这篇经文就看到 全部的圣徒都得赏赐 而在《黄文章》前书第十五章 就说到基督徒 他们就要复活了 改变形象 死被得性吞灭 即是他们复活的时候 死再不存在 基督徒复活之后 再没有死亡 已经脱离了大灾难 再没有死亡之后 已经过了大灾难 所以这个时候 那些人就会复活了 就会受审判了 监督仲先知 监督徒凡 rulers 连大大小 连大大小 即是包括所有信徒 其他就是领袖 先知 监督 监督 监督徒 连大大小 即是最小的 都一起得赏赐 所以基督徒是得赏赐 然后那些败坏世界的人 神又会败坏他们 因为现在人们们犯罪 其實在敗壞世界 神也在敗壞他們 也在道立 所以這裏說的是什麼呢? 世界的國成為了基督的國 神的國 神要執掌王權 神的憤怒要臨到 審判死人的時候到了 所有的死人要復活 死人復活了 你這樣想像吧 為何會再次第二次復活呢? 信的人就得上次了 不信的人就要審判了 信的人又如何呢? 在弗洛比書三章二十節二十節 那裏說到什麼呢? 當基督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改變形象 和他榮耀的身體相似 耶穌也說到 復活之後人就不再嫁取了 基督徒改變形象復活了 改變形象得上次 即是耶穌回來了 和耶穌在一起 即是會改變形象 改變形象即是不再死 又不再結婚 那又如何會再生人出來呢? 那些不信的人 又全部死人都復活了 那復活就是審判了 審判了後 會不會生出一些不信的人出來呢? 也沒有人再結婚了 信的人又全部得上次了 得上次的時候 也是改變形象 跟耶穌一樣 不信的人又全部審判 便落地獄了 那還有什麼人存在呢? 還會不會全流走 任何人存在 然後他就生生孩子出來 然後又再死又再復活呢? 根本是不可能的 所以當人看啟示錄的時候 如果他用一個很客觀的觀念去看 是很明顯這就是世界毫日 但他們又不明白 為什麼啟示錄11張 還有這麼多張 為什麼還這麼快呢? 因為他用一個 將回小說的觀念 第一張 第二張 第三張 第四張 順利次序一直落 那當然未到結局 但是如果你用內容來看 這個已經是結局的 所以對於啟示錄的適經很重要 就是我們要分辨內容 而且有些人他們是怎樣 因為有一套觀念 他們覺得基督徒沒有理由 要經理大災難 所以他們就會否定這件事 就算看完證據 他們都會否認 因為他們的心不想相信 所以我希望大家 無論是你們在座 或者在網上看到的影片 就說我們跟神 我們不是跟信念 或者是跟有錢 例如我所說的牧師 他跟了那些巫術 那些是所謂的牧師 用巫術的方法 令人有些經歷 但這些是邪靈的經歷 我自己在大陸也見過一個這樣的人物 他是很離譜的 他見到我便說了那些女人的事情 他就說我看到那些兇者 我又在發夢又想她 我說你是牧師 為什麼你會這樣 他說我說別人不說 他們做不過他們不說 我說但是基督徒是不應該說的 尤其是牧師更加不應該說 他總是說的 但有些人跟著他 他說他很坦白很誠實 但我真的覺得很離譜 但當他為人祈禱 我發覺有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那些人踢到 我們要找四個人捉住他 即是他為那些人祈禱 要捉住手和腳 因為那些腳是會踢人的 即是我們為人祈禱 他可能會跌倒 他自己跌倒 或者嚴重 但不會有那麼強勁的踢人 他那些全部都是超級離譜的彰顯 所以這個世界上的而且確 有些人是被邪靈充滿 而不是被聖靈充滿 他就無形是經歷聖靈 所以我們是要分辨 亦因為有些人 所以有些人 搞錯以為經歷聖靈的人 其實是經歷邪靈 我希望大家都 真的持守真理 在聖經上很穩妥 記聖經 那為何記多這麼多聖經呢 其實最重要是你有興趣 譬如現在說的 你有興趣 你會記得的 你會記得的內容 你就會在心裡傳流一些印象 其實在大災難的時候 我們可能是聖經也沒有 手機也沒有 你不能充電 水也沒有 你哪有充電 你根本看聖經看不到 是完全靠你自己的記憶傳流的經文 我希望大家看到這些記實 第七號已經是世界末日 我希望大家不要懼怕 這個 可以重新顯示 我們不要懼怕 我們靠著耶穌 不,這裡是全面的 現在變成這些 不用在後面 不是在後面 不是在後面 是在後面 不是在後面 是在後面 是在後面 不是在後面 是在後面 是在後面 沒有影響 OK 都不要緊 我們已經結束了 不需要的 好 我們一起祈禱 我們求主加我們力量 我們來到末後的日子 其實我們不知道何時是末後的日子 因為我們不知道現在這些災難 到底會變成怎樣 我剛剛今天看新聞 嘩 那些災情比以前更重要 是 美國有七萬多人 一天感染 數目非常大 我們真的不知道這個世界會變成怎樣 我們做的就是我們不用怕 因為神會保守 我們在這段時間都會有操練去親近神 讓神的靈臨在我們身上 帶著神的能力去祝福人 那時候 當你時時 聖靈充滿有什麼好處呢 當你就算被人迫白 你一祈禱有平安、有喜樂、有力量 你就知道神與你同在 你會有能力在你身上 那麼你更加容易得力去為人祈禱 有人是悠傷、痛苦、有困難 我們都可以為他祈禱 他們都可以經歷到聖靈 這對於我們是很大的幫助 當人們沒有經歷聖靈充滿的時候 他們都一樣從神的話語可以幫助 那他們是怎樣呢 我記得 神愛世人、神愛我、神愛我的 這是非常好的 不過 神給我們是第二個兵器 第一個兵器就是神的話語 神給我們另一個兵器就是聖靈 他們也有聖靈 不過不是追求聖靈充滿 即是說他們不是用很長的時間 討告 不是進入神的強烈的同在 當他們很煩惱的時候 即是說 神愛我 我不需要憂傷 我不需要憂傷 但是他的心仍然憂傷 我們學到怎樣呢 享受神 放在一切重探 多謝天父耶穌愛我 多謝耶穌 哈利路亞 感謝耶穌 當你投入 用心靈敬拜神 用心靈呼叫耶穌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誰忠告 慢慢地會經歷到神的能力 神的愛 神的同在 在你身上 那你就在困難之中 你也能有能力 我每日都會這樣做 每日都會想到耶穌 神的喜樂 平安在我內 整个人感觉到能力流过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追求 在这段时间我每次上课都会有粗练 然后大家会互相不按手的祷告 到将来有些释放你们就可以按手祷告 让我们去粗练 让我们使用 将来成为基督的征兵 因为这个末后世代最需要是基督征兵 在这个天国好像金字塔 最低是那些软弱的基督徒 真是天国 他就真的信耶稣 不过是很软弱 在上一级可能稳定些 不过他也没有能力去帮助人 在上一级可能他有帮助人 不过他的能力不大 最高的就是他很愿意卫生 他又处理生命又带着神的能力 这些人的影响力一个可以超过 几百个、一千个、几千个基督徒的能力 因为很多人是一群基督徒的 但他没有信心、没有能力 但当我们时时亲近神 我们就用这个能力去帮助人 我希望大家深信神的爱 我们一起起床 把椅子收下来 一起去敬拜神 去亲近神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深信神的爱 天天都在神的同在之中得力 天天都享受神 从神得力 让我们活出神的美好的见证 满有圣灵的果子 如果你对于啟舍或圣灵工作有问题 你随时可以问我 有没有人有任何问题 谢谢大家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